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 男士又有中年危机 地中海的烦恼 找到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 要激活无狼 控油去尸 固法 欲法 防脱法 我们推荐韩国JW洗户系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大家愿意的和谐点 Via comby 订阅,转发出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客气 我们来到第一个环节 最兜消息 先去第一张图 要讲讲这宗旗事 暗期案 先去第一单 男子智联 苹果 就说我刺了女友五六刀 这张图很久一点 因为里面有几个元素 今天我们不是这个血案解封 但又要讲血案 真的很有趣 因为这件事我昨天见到 好爆一下 其实记者是拍到 我们都要给苹果这个评论 话说在葵冲 有位人兄打电话给苹果 就说我现在在单位里面 刺了我的女朋友 五六刀 你马上帮我报警 那个记者也有问他 为什么你打电话来我们苹果 说你不直接 你不直接报警 他说他不信警察 为什么不信警察 是有原因的 他说了他自己的经历 所以他不信警察 最奇 最奇就是 我看报道 最奇就是说 他其实有两个女儿 一个女儿做发行司 一个女儿做记者 为什么不打电话给他女儿的记者 是有点奇怪的 回来先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其实后来 就有访问过街坊 街坊 我说他们 他说他们两个听闻 都在庇护工厂里面做事 即是说 可能他们的精神也有点问题 或者想法 跟我们普遍的人有点不同 是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说 为什么不信警方 就是之前他被人滋扰过 滋扰到的地步 就是警察 整个小时才来 他那里 那个单位那里 当然 这件事 我们还没证实到 是不是有警察 之前是这样滋扰他 是的 报了警 而不来保护他 或者不理他 甚至乎是否有人 不停地滋扰他 正式公屋里面 其实你说这样的密集滋扰 都不是那么容易 因为有管理员 是的 所以这件事情 但是如果有些情况 管理员上来干预 你可以不理他 其实管理员 其实是 也都没有你办法的 很老实 就是你 其实当然了 我们 荣少 你有没有遇过一些 就说隔壁轮社 真是很滋扰你 其实刚才这位 刚才这位仁卿 都被街风说 其实是 他真是很麻烦的 两夫妻日吵夜吵 原来到最后 不是两夫妻 是两个情侣 是男女朋友 好像听闻 那个男事主都七十多岁 是的 是的 当然了 如果隔壁轮社 是这么滋扰性 其实是 都挺烦的 但荣少 你有没有遇过这些 这么难搞的问题 有没有遇过 隔壁轮社 通常有几种情况 隔壁轮社 通常是 要不就不懂 是 很冷淡 要不就 懂的 都很熟悉 隔壁轮社 会互相帮忙 是 要不就像刚才那样 哇 就是 你不知道 他 你想不知道 他在这里 都不行 我试过 有一次亲身经历 就是这样的 我以前的公司那里 楼上有一层角楼 那角楼呢 因为是一些堂楼 那角楼 我们就在圣诞节 就整班男男女女 就在那里打麻雀 玩啤牌 玩啤牌 在那里喝酒 吃东西 吃薯片 就在那里 有没有 没有 总之呢 就是说有十 十 我想十二三个人 有男女女 就在圣诞联欢会 大家聊聊天 聚会一下 吃东西 喝酒 就是聚会聊天 你知道 你去一些卡拉OK 或者去一些其他地方 就花费很贵 那我们有个地方 有几张楼 玩啤牌 那当然 那时候 年轻小孩 就很吵 就吵到楼上的叔叔 常来两次 骂我们 叫我们不要这么吵 当然 我们玩到两三点的时候 都是这么吵 我就没试过被人太过滋扰 忽然我招到人 不好意思 就试过 都骂了很多次 没办法 我们都三点钟 但是都是 节日 节日 平日不会的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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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仁兄 就是说平日 都会是这样的 有破坏 没有建设 日日好像圣诞节 那我们再看第二张图 好不好 看第二张图 说这张戟 这张戟 我想起一套 叫死亡直播 其实 为什么这张照片 好像真是电影照片 但是这个是真实的 就是说 今次这一个 的情况 跟平时的案件有点不同 平时的案件就是 警察通常到先 那接着呢 都未必的 因为现在苹果那些人 报料很快 是 虽然你快 但是就是说 他的警察 不会这样被你在那个位置拍的 不会被你 你在我后面拍照 不会的 但是今次这个 因为那个记者 是牵涉在一件案里面的 你明白吗 因为是记者帮他报的 就是说 我是那个报案人 前面是他说 他在拿刀 那样 警察就会 其实都是证人之一 是的 其实他是证人之一 可能要落口供 一定要的 是啊 涉案人 平时的案件就不是 平时他们收到封 虽然很快收到封 但是很多时候都是 可能报料 可能偷听 但是都不会是 他是第一身 几乎就是说 行空者 和受伤者之外的第一身 就是他 几乎 好 去完第三张图 这张就是 警察破门而入 之后呢 把这位男事主 抬上去救伤担架 因为他都受伤的 自己对自己 对了 破门之后 还要制服这位 情绪激动的男事主 对了 想他送丸 那样 那我们其实这宗案 其实有一些事情 是大家都 挺有兴趣看的 我们去到031 这个就是警员 铁甲威龙 穿上整套保护装 就是我们所谓的铁甲威龙 其实不是说 那么多件的 在街上 或者有些案件 不是说那么多件 哦 不多件的 是啊 真的要很危险 或者制服一些恐怖分子 就会穿这些 我觉得是精神病人 因为之前我们血汗解封 都说过有一集是说精神病汗 近这十年 这一种的案件 就经常发生 所以现在 在冲锋车上一定有 一来冲锋车上一定有 二来就是你留意一下 公屋的大厦的楼下 很多时在管理处的后面 有个盾牌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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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试过 何时攀成那件事呢 是啊 连保安员都 斩了嘛 斩了几件 保安员嘛 是啊 详细 大家可以看上一个季度的 血案解封 是啊 详细 那些伤都不轻 不过应该就没有生命危险 因为盖住了 其实人就看不到 包扎了那些伤口 是啊 还有你送上救护车 如果你说 他说堆了五六刀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果就算是真的 你要中要害才有 这个生命危险的 不过好像拖拖拉拉 又打去苹果 又才警察到 其实 有一段时间 是啊 我就是对这些案 有点好奇 就是他不打给他的女儿 这也算了 因为他的女儿也是记者 我说我不信警察 那你说你的女儿是记者 那可能拖开苹果 他的女儿做大工呢 是啊 是啊 我又想说这件事 你不信警察 其实我们正常人的想法 一般人的想法 就是会说 会不会是因为警察的 即是那个傾向 有些思想的傾向 蓝色一点 是啊 我不认同的 所以我不打给他 你苹果 基本上 这两个比较极端的思想 苹果记者 其实 是不是 他们的意思是傾向 嗯 普遍认为 都是的 是的 就是这些颜色有点不同 王家南边路 是的 好 去到05 是的 我们去到05 就是男商者上救护车的情况 其实 我们这个 角度 刚才我们看男女事主角度 不如看看花生的角度 好了 我们去到06 这张图 他的《苹果记者》 当然不会放过这一宗事件 因为基本上 都是半读家的 是的 因为真的只有他在现场 即是报道者 只有他在现场 他最先到 是的 他们就立刻访问街坊 然后有一位街坊就说 他们很吵 一开始就不是这样的 是 就说你不如说一说 上面的街坊 对了 两位人士 现在我都不怕说了 好像豁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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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顶忍 接着他怎么说 他就说他们平时很吵 又吵架 又吵架 现在应该也有够好份 回来先 那些是这样的 平时去到很吵 现在我都落下了 突然间 嘶 其实 我们感受不到 因为我们不知道两位事主 平时是否真的 这么 滋扰性 是不是那个街坊 其实 老实说 这句话 有点凉薄的 是的 是的 当然 他滋扰你很厉害的话 是不是投诉很多次 我想如果真的这样 可能都投诉了很多次 是的 当然 可能投诉到 他都没有反应 就是事主也没有反应 可能管理员也管不了 但是听闻好像 我听过男事主 打上去苹果那里说 我只要十几天就调遷了 那网上就有这位男事主 和苹果的对话的录音 是的 他就说得不是说很害怕 就是那时候的语气 好像是跟你在谈谈 那样的 而且也很有条理 是的 不像是一个很严重精神病的人 说话也是很有分寸 是的 就是合情理 合理 社交平台见到这件事的时候 他那里写着说 我刺了女友五六 我没有看过刀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们越玩越大 所以我有这些心情 五六坤 哈哈哈哈哈哈 是 是 大家香港的 回来没有 回来 香港的悲哀 其实是因为地方小 隔壁轮社的情绪 或者他们的操守 行为 其实很干扰到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的 而且始终地方小 很多时候有些争吵 噪音 或者人与人之间 很奇怪 我住在你旁边 其实和你很近 但是是不懂的 难过的 是的 以前就远亲不如近轮 现在就不是的 近轮也不懂的 在世界上 这种关系是很奇怪的 因为 在香港只是这样 在外国 住很远的 可能你走过去那里要半个小时 那个所谓的隔壁轮社 但是你搬去的时候 你会打招呼 或者做骨骑粉给他吃 很熟的 他们可以很熟的 是的 是的 但是香港 我走过去隔壁 可能一分钟都不用 但是是不懂他 什么走隔壁一分钟都不用 走过隔壁 十秒钟都不用 是的 五秒钟都不用 但是你从来没有和他聊过隔壁 隔壁是什么呢 会这样 我那时候 大概20年前 刚刚出来社会工作 我隔壁我真的懂 是懂的 起码我老爸和他 是贵星 是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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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家里 譬如有些电视机 有些不懂弄 他旁边有一位年轻人 是懂弄的 他们会过来帮我们弄 他们关心你的 大家都叫做有个伦理互助 喂 这段时间差不多 稍后回来 继续其他环节 香港人喜欢吃美海鲜 吃好西 又喜欢喝啤酒 个个以为自己营养不均衡 拼命吃黄豆 搞到十个人里面 就有一个人有痛风 不过不用怕 我们有解决方法 就是痛青 痛青这个食品 是全天然的植物提取物 腹方组成 有效帮助身体 将尿酸排出体外 抑制肝细胞里面的黄飘零的产生 如果大家想进一步了解 痛青的资料的话 请Whatsapp 或者微信 或者打来55379521 或者可以上我们巴打台的网站 https colon slash slash BADATOY.COM slash SHOP 了解详情